大家好,我是Zing 2017年10月24日 东京八王子市警方借到一通报案 报案男子称自己的妹妹田村爱子已经失踪三天 这名男子登陆上妹妹的推特账号查找线索 发现在三天前妹妹发布了一条想自杀的状态 然后有一名陌生男子跟妹妹联系得很频繁 而且聊天内容十分可疑 报案男子还提供了两条重要线索 一条是这名陌生男子可能住在神奈川县的坐监室 二是他可能正在与另外一名女网友联系 警方随后前往坐监室进行调查 在调取坐监室车站监控资料时发现 一名疑似田村爱子的女生 与一名可疑男子在车站见面后便一起离开 于是警方设法找到了报案人提到的女网友 然后说服了他与陌生男子再次取得联系 并约定10月30日见面 当陌生男子出现时 警方确认这就是和田村一起离开的可疑男子 约会结束后警方便悄悄尾随该男子 一直跟踪到他的公寓 在公寓门前 警员上前询问失踪女生的下落 该男子紧张得置之乌乌 最后指着门口玄关处的冷藏箱说 就在那里 现场警员顿时有了不祥的预感 打开冷藏箱 眼前的一幕差点让他们吐出来 一颗完整的死人头颅就放在里面 之后警方封锁现场 派出大队警员搜索这间公寓 搜索结果让人窒息 警方从房间里总共找到九颗头颅 两百四十多块尸骨 分别装在七个差不多大小 不同用处的箱子里 有冷藏箱 有收纳盒 还有工具箱 手骨和脚骨则一起混放在同一个置物箱 尸骨均有被处理过的痕迹 房间内还有一个空箱 极有可能是他为第十个受害者准备的 也许就是那位正在联络的女网友 也可能是其他人 警方立刻逮捕了这个名叫白石龙号的27岁可疑男子 调查中甚至怀疑他究竟是正常人还是患有精神病 竟然能在如此狭小幽闭的房间内 跟九颗头鹿一起生活 吃饭 睡觉 但令警方惊讶的是 在走访中 周围的邻居对白石的描述 却完全和杀人犯联系不起来 邻居大多形容他笑起来很腼腆 非常温柔体贴 平时把自己整理得很干净 看起来是个规矩 性格憨厚的老实人 随后警方了解到白石的童年并不幸福 在年少时期曾经尝试吃安眠药自杀 高中二年级的时候父母离婚 他和父亲一起生活 高中毕业后 与父亲分开居住 但两人感情很好 独自生活的白石曾在一家电器销售公司工作过半年 随后他又到了新宿 池袋等地 在弹珠店和风俗店做起了拉皮条的审议 2017年2月 因为将女性介绍去色情场所工作而违反职业安定法 并于同年5月被判处一年两个月的刑期 缓刑三年 2017年6月 白石曾向父亲表示 活着没什么意思 失去了生活的目标 而那时距离他第一次杀人仅有两个月 同年8月 因没钱肿迫到向父亲求助 租下了一间只有8平米大小的公寓 而这间公寓就是警方发现残肢的地方 第一对受害者是一对情侣 名叫西中将武的男性和名叫三浦瑞记的女性 白石先在网上认识三浦 然后邀请他们两人一起出来喝酒 渐渐三人熟悉起来 2017年8月27日 白石突然约三浦独自来到他的公寓 当时白石已经计划好谋杀三浦 在行凶之前 白石在网上查询 怎么处理50公斤生肉等问题 并采购了大量猫杀 当三浦来到房间后 白石让他喝下事先放了安眠药的酒 等待药性生效后 白石勒住三浦颈部直至其窒息死亡 然后侵犯尸体 整个过程都没有邻居注意到叫喊或者异常声响 随后 白石将尸体拖到卫生间放血 然后用绳索 扎带等勒紧肢体 再用锥子 锯子 剪刀 还有厨房的树把不同类型的菜刀 完成切割分尸 由于是第一次分尸 非常紧张的白石花了三天才完成 之后他外出购买了一个冷藏箱 将三浦的头颅放进去 再用猫杀将其掩埋 根据后来白石的自白 除了肢解三浦的尸体比较困难以外 其他人都是当天杀害 当天就完成分尸 而被肢解的尸体 除头颅和部分骨头担心太容易被人发现外 肉和内脏都被当作垃圾人掉了 2017年9月8日 西中将五角上门来悬纹三浦的下落 白石用同样的方法将西中遍进房间 杀掉再分尸 这也是白石唯一杀死的男性 从八月搬来这间公寓起 白石一共杀害九人 八月杀死一个 九月杀死四个 十月杀死四个 其中有四名女性受害者 是未满二十岁的女孩 年龄最小的石元红叶才十五岁 这些女性受害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她们都曾在社交网站上透露过想自杀的念头 而白石正是利用这一点 将这些本应受到帮助的弱势人群 变成满足自己受欲和变态心理的牺牲品 她在供诉中承认 自己经常在推特上发布 能帮助别人实现自杀愿望 或一起结伴自杀的说辞 而那些都只是谎言 只是为了吸引被害者们上钩的诱饵罢了 等把他们杀死之后 或满足自己的欲望 或霸占他们的随身财物 同时她也坦诚 在与被害者们交谈时发现 其实他们没有一个人真正的想死 但自己还是将他们全部杀害 2017年11月7日 厚生劳动大臣提出这起案件 以网络为契机 因此考虑加强通讯规则 来预防自杀等新性的网络问题 也是同一天 推特公司马上在全球范围内 增加新的使用条款 禁止助长或煽动暗示自杀的发言 违反者会被封锁账号等处罚 2019年10月 在第一次开庭审理中 检控方要求判处白石龙号死刑 但是辩护律师提出 白石可能患有精神疾病 然而白石自己却在法庭上说 自己杀人只是为了追求快乐 从杀第二个受害者开始 就没有罪恶感了 自己应该被判死刑 最终 在2020年12月15日 东京法院经历23回庭审后 判定白石龙号具有 健常人的行为能力 最终判处他死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